末代矿工摄影展 邀请台北科技大学 郑宜文副教授担任策展人 并与侯童矿工文史馆合作 将矿工文史馆整理累积的文物 摄影作品及北科大成果串联 透过近30位参展者的见证与视角 用影像穿越时空 并交错呈现与末代矿工有关的劳动史 这次的主题 末代矿工摄影展有5个子题组成 其实想要说的是一个关于矿工 末代矿工出坑跟重生的故事 那这5个子题 第一个是末代的浮现 在谈末代是怎么回事 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末代的呐喊 末代的见证 还有末代的再造与共创 然后末代的期盼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5个子题 述说一个末代矿工出坑与重生的故事 然后希望这个矿工矿业的劳动文化 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 尽管台湾早就没有没业了 但是过去4、5年来 有一群老矿工在侯同 努力的把这个矿业的文化保存下来 那我们透过这个展 一方面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努力 也希望透过这个展 能够让矿业的劳动文化 能够永续发展传承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办在高雄劳工博物馆 最主要的目的 希望透过南北两地的管管串联 让劳动文化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 透过一幅幅的矿工影像 一起回顾那段坚韧且辛酸的采媒劳动史 与末代矿工如何争取权益 及打造保存矿工文史的历程 我二三月做到三十一月 在矿工厅里面做签名 我那时候在矿工厅里面算最年轻 凭我还比较年轻的人就很少 所以矿工厅里面像文姬炎 算最美大的矿工厅里面 起来都八十几岁 九十岁了 矿工厅里面说已经村没多少人 但是矿工厅里面对台湾的贡献很大 以及树林 树孔到六孔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是更大 发电 那时候的火车也要用大 部队 乘工也要用大 所以那时候的大对台湾的经济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段故事都没有了 透过展览拉起台湾东北角的矿区 与南台湾工业城市的梅济一 牵起河头矿工文史馆 与高雄劳工博物馆的管管相连 即日起开放参观 展期至113年4月6日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